钱那么多 红包里放不下啊 给个银行卡多方便呢 张小蕊跪在香岸前 很是不服 瞪了他一眼 啊 多少啊 五个九啊 苏勤章一挣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见张小蕊点头 苏勤章顿时懵了 只好把数字读了出来 在场弟子都睁大了眼睛 没想到这姑娘居然给了这么多的拜师礼金 叶绍阳无奈 只好把银行卡收下了 然后张小蕊竟拜师查 叶绍阳赐道袍和长明灯 问张小蕊 可知道为什么给你长明灯 张小蕊不解的摇头 修道之人 一城走天下 降妖除魔为己任 给你长明灯的意思就是 为你照明夜路 就算是深夜 遇到邪魔作祟 也要不辞辛苦地前往超度 你可记下了 总算是找到当师傅 收自己徒弟时候那种装逼的感觉了 叶绍阳大马尽刀地 坐在太师椅上 心中忍不住得意 端起了拜师茶盒了一口 结果张小蕊一句话 就让他把茶都喷了出去 请你记下了 随后见叶绍阳等人表情怪异 这才明白自己说错了 立刻改口 贫道 是贫道 不是贫您 不好意思师父 我总是记不住 一顺口就出来了 叶绍阳觉得很累 心很累 繁荣的拜师仪式总算结束了 叶绍阳回到偏点 立刻拖下外面的道庞 躺在椅子上山峰呢 叶小萌和张小蕊一起走了进来 叶小萌带着微笑地忘了叶绍阳 多谢哥哥 我现在也是毛山的一员了 以后你有什么行动 可不许不带着我去啊 啊 我明天就回时辰了 你有什么打算 叶小萌说 我刚入门 想留在山上多修炼一阵子 哥哥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就行了 张小蕊说道 你一个姑娘在这山上住 不太好吧 不如你跟我回家好了 我们两个一起可以讨论法术 一起修炼 多好的事啊 这 这不合适吧 合适合适 你跟着我走吧 你父母什么的 没事 我弄个房子 咱们两个住 你是我师父的妹妹 又不是外人 小姑姑 两人年纪相仿 又都是外来的 几天的相处 早就成了不错的朋友 而且因为有叶小阳的关系 也互相信任 张小蕊立刻搂住他的胳膊 没脸没皮地哀求起来 叶小阳说 你就去吧 反正你在这儿没事 我平时也在时程 没事 可以知道你们 叶小王于是答应下来 当天 苏秦章本想把几个 新进的外门弟子都叫来 让叶小阳训话 叶小阳觉得还是免了吧 自己在这方面 其实是很扎的 之前的拜师仪式 都算是赶鸭子上架了 师父之前 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让苏秦章 带拐茅山 叶小阳传授给苏秦章 一些内门法术 和修炼的心法 又嘱咐了他一些事情 第二天 就跟叶小萌和张小蕊 一起坐飞机回到了时程 回到家里 叶小阳一开门 发现客厅里坐着几个人 老郭 还有久违的四宝 四宝还是大光头 不过没穿袈裟 正在跟老郭喝啤酒聊天呢 看到叶小阳 冲他眨着眨眼睛 你瘦了 叶小阳走了过去 也没什么煽情的表现 直接在他光头上拍了一巴掌 四宝说道 在山上吃的不好 都是素的 怎么能不受啊 叶小阳说 你被关闭了多久 四宝说道 是面壁丝过 不过不是被迫 是主动的 我主动回去认错 请求处罚 师父也就没难为我 让我自己看着办 我就去后山丝过去了 好歹 做的样子不是 郭老上山找我 说你有事儿要找我帮忙 我就跟他下山了呗 也没人拦着我 叶小阳狠狠地瞪了老郭一眼 你电话里不是说没找到他吗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又是惊喜 什么时候大家都喜欢这么玩了 四宝问叶小阳 你最近见到文文没有 文文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妹子 马长的秘书 四宝摸着光头 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了 让你替我照顾他的吗 照顾个鬼啊 我这么帅 多照顾几次 万一人家喜欢上我怎么办 叶小阳得意地甩了一下头发 老郭扎了起来 盯着站在叶小阳身后的叶小萌 问道 这位姑娘是人 叶小阳为他们互相介绍 老郭本来还想跟叶小萌看相呢 听说是叶小阳的堂位 立刻就不说什么了 正事 说正事 叶小阳望着四宝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这就叫那个曹宇过来 把情况说一遍 四宝捏弄道 我想请文文逛街吃饭来着 我靠 回头再吃 先说正事 叶小阳立刻给曹宇打电话 问他有没有空 曹宇当然求之不得了 十分钟后就赶到了 这次是一个人 进门之后 看到叶小阳这边几个人都在 愣了一下 没关系 这些都是我的自己人 叶小阳请他坐下 让叶小萌去烧水七茶 虽然说跟他许久未见 以前的默契还是有的 并且他毕竟是自己的妹子 用他也用得起 虽说用张小水也可以 但叶小阳不认为 这个女汉子会泡茶这种高大上的事情 这位是四宝法师 你是见过的 我是特意从武台山把他请来的 风水大师 尤其是盗墓 不是 探墓 蔡宇心灵神会的笑着笑说 好 我们以前也合作过很多民间高手 四宝说道 您别误会啊 我是下过墓 不过不是为了盗名气 是为了找东西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蔡爷 你把情况跟我们说说吧 蔡宇说道 之前 我记得跟你们说过一些 我们在罗布泊 楼兰遗址的范围内 发现了一座古墓 下去之后 生了很多灵异事件 这些你们都知道 而且幸存下来的当事人都死了 所以第一手资料 就没了 叶先生 我之前这么着急找你 就是因为 最近又生了一件事 应该说是两件事 第一 这座古墓 现在已经被流沙掩埋了 找不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